当我国的巅峰之作,神鹰400火箭炮亮时后,就连火箭炮的鼻祖俄罗斯都赞不绝口,更是有这么一句话流传在外,如果世界上只有两种火箭炮的话,一种就是中国的火箭炮,另一种则是其他火箭炮,如此可见,我国的火箭炮要在这个世界上排第二,那绝对没人敢排第一,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军工技术彻底地走向了全世界,那么神鹰400究竟有着怎样的威力呢? 咱们接着往下看,神鹰400火箭炮这个名字的解释有两种,第一种是它的射程能达到400公里,另一种就是它的炮弹规格是400毫米,单看它的射程都能赶上短程弹道导弹了,而它厉害的不止这一点,神鹰400火箭炮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批武器,能够响彻整个军工界是不无道理的,它就有着超乎其他武器的优势,首先就是垂直发射的方式,威力大,操作也比较的方便,还能八连装, 以及越野型也比较强,俄罗斯既然可以给出如此高的评价,也是因为神鹰400具备了,其他火箭炮无法驾驭的变轨能力,除了能够实现变换轨道以外,它还能不断地修正飞行的轨迹,放在整个军工界也是非常炸裂的存在了吧,更令人惊讶的是, 神鹰400的发射方式已经从传统的倾斜定向发射,变为垂直发射的模式,这一技术是当今世界的头一名,也是唯一在陆地上,采用垂直方式发射的火箭炮系统, 我国的技术简直就是出击极免压,除此之外,我国神鹰400的自用型还采用了北斗卫星定位系统,以及惯性制导,这两种制导装置属于取长补短的模式,以便更好地提升神鹰400的综合性能,它的精准度也非常的占据优势,几乎可以控制在厘米以内,并且它还能做到只拿打呢,速度又快,打得又准, 这可能就是别人国家理想中的火箭炮了吧,就论神鹰400的综合性能来看,绝对能与全世界上的火箭炮一较高下,另外,当北斗星系统不受电磁干扰的情况下,它还能有效地修正惯性制导,带来的一丝误差,变得更加的精准打击,就算受到干扰,它仍然能保持误差在1%的优秀射程,这是在依靠数量的优势,形成一个巨大的火力网,直接将对方彻底的摧毁,除了打得准这一个优点以外,还有打得远, 也是没有国家可以超越的优势,光是从名字上听就能知道,这个火箭炮的射程不简单,要知道,这可只是一个火箭炮啊,而它的射程都快赶上导弹的射程了,就说这神鹰400的射程有哪个国家能比的,可能大家对这个距离没有太大的概念,美国的阿法奇武装直升机大家都知道,到目前为止,它依旧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装直升机,可就算如此,它的作战半径也在260公里, 我国的神鹰400,整整比它多出了140公里远的射程,这也就意味着,它在我国神鹰400面前根本不知一提,只要是在400公里范围以内,神鹰就能将此诈为平地,光是射程远这一优势,放在战场上可就获胜大半了,神鹰400火箭炮的垂直发射也让人眼前一亮, 这一设计,直接让这款武器走在了世界的前沿,并且垂直发射的设计,让它配备了不同的用途,根据不同的作战要求,可以携带不同种类的战斗部, 例如急速战斗部,高爆战斗部,再或者是钻地弹破甲杀伤战斗部,就好比莫敏弹,以此可以携带50到60枚,一旦发射到目标的上方,火箭弹就能立刻分散成60枚的莫敏弹,还能自动地寻找并锁定目标,相当于在北斗卫星的系统上,又将精准度给提高了, 如果将莫敏弹装备在神鹰400远程火箭炮上,那么威力将不可估量,像一些建筑物,指挥所之类的目标,对于神鹰400来说,简直就是小菜一碟,甚至是重型坦克,它都能轻易地将其摧毁,如果各种战斗部合理搭配作战的话,那简直不要太爽,神鹰400还有机动与自主能力,因为它的发射系统采用的是模块化设计,拥有四连发射装置,如果左右各放上该装置的话, 它就能自动地锁定与解锁,等待重新装填炮弹后,可以再次提高发射的速度,并且,神鹰400火箭炮系统采用的还是,我国最新高机动越野车可以垂直发射设计,垂直发射的设计,也就不需要转向装置,这样也就减轻了车子的整体重量,机动能力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,也会使车子更具有稳定性,动力也会更加地有劲一些,再重也没得说,在面对地形的问题时,它也能有效且平稳地前进, 其次就是自动化,整个系统做到了精简化,只需要三个人就能操控车辆,只需要输入要下达的数据,让车辆保持协调,剩下的就完全交给车辆自己完成就好了, 这种精简的装置也更加方便,也大大提升了它的火力输出,就算被敌方发现了,也能更快地转移地点,可敌方就没那么容易逃离了,可谓是差池难逃了, 但说起火箭炮的话,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,是苏联的喀丘沙,可不是姑娘,更不是那首歌曲,而是喀丘沙火箭炮,苏联算得上火箭炮的领头羊, 在二战时期,喀丘沙为苏联创下的历史可就值得一提了,为苏联立下了汉马功劳,当时一次能发16枚炮弹, 看射程却只有8000千米,精准度也并不是特别的优秀,有臂就有力,它的优势就在于发射的速度快,装备的时间短,火力也够猛, 在当时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摧毁了德军的装甲部队,直接将德军的地区炸成了荒地,从此,喀丘沙这个名字也就变成了德军的噩梦,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让各国认识并了解了火箭炮的重要性,也是让我国意识到了,原来火箭炮的威力有如此的大, 但我国在这方面起步的比较晚,可我国的军工技术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,经过不断的努力与追赶, 我国也在火箭炮的技术上不断的尝试,忠于功夫不负有心人,中国成功稳战世界的前段, 现如今,神鹰400已经占据我国的重要位置,小编只想说,厉害了我的国,好了,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屏幕前的您对这件事情,有什么独特看法与见解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友善讨论,以上内容结合网络素材, 请各位朋友理性看待,喜欢的朋友可以转发收藏一波,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小编的支持与鼓励,小编将会持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, 点个关注我们,下期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